创造101是我们可爱又帅气的黄子涛先生发起的一张选秀型的综艺节目 小编在这里要吐槽一下还是有些像偶像练习生的啦 最近我们的少女们是真的很燃汪 给整个娱乐圈带来了一股清新粉嫩的清风 毛时的地铁站也被小仙女们包围了 在地铁上被粉色的少女心充斥着 我们的杨超越最初喊着 我是全村人的希望 这句话真的是火爆了朋友圈 超级可爱 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导师分配到等级比较差的班学习排练 而且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她的实力确实有限 跟很多学员比起来相差甚远 但是却躲到了前三的位置 与吴轩矣孟美琪这样人气超高的选手站在一起 所以网上有很多传言说 超越后台哪里有 超越家里是有些困难的 父母的收入都不高 而来到这个舞台 也就是意外的接到一个通告 2000块海管饭 社妹都更值得 也是让大家震撼 可能娱乐圈本身就比较复杂 大家每天讲出来的话要考虑到很多地方 基本上说出来的话也要很官方 就比方说我们的吴轩矣 颜值情商度托高 被大家戏称为官方矣 然而我们超越的耿直与真实 正是打动观众的地方 他唱歌跑调 跳舞还要竖拍子 经常嚎啕大哭 不分场合 以此排练终于遇到困难 坐在地上就哭 哭起来还很有特色 旁边的队友鼓励他 教他动作 就一边哭一边跳 真的是萌翻天 当时看到这集是真的笑得肚子都疼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当然 杨超越并不是只会哭 哭的同时还在练习动作 实际上他是真的有很努力的 在一次排练完相导师展示时 他的舞蹈跳得很不理想 跳的时候还在竖拍子 引得大家都笑到不行 当时艾拉就和大家说 他现在跳成这个 并不是他偷懒的结果 工作人员说他超认真的 一直跳到大家都会去休息了 还在跳 可能就是这种贴切大家生活的制度感 让超越赢得了大量的粉丝 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 我们都有过 对一件事即使努力 认真付出了 也不一定收到了良好的成果的经历 对 他确实有后台 他的后台就是爱他的这些粉丝 马东老师受邀来参加101节目 师也说道 我同事们特别喜欢超越 就喜欢他的那份真实正如马老师说的 只有最大程度的不一样 才会最大程度被需要 可能正是因为超越的与众不同 所以才会被现在的娱乐圈需要 所以他现在的人气和成就 并不是运气 也不是偶然 而是他本身性格特点的一种必然 虽然总是受到网友的质疑 但他说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 我不怕内心坦荡荡 所以才无所畏惧